米其林又來了 這回是鳥拉麵 熱騰騰的拉麵端上桌 搭配叉燒肉 讓人食指大動 拿下米其林一心的拉麵 正式進駐台北車站 湯底更是大有來頭 招牌醬油拉麵和鹽味拉麵 搭配獨家的黑松露醬 作為湯頭 吸引韜客朝聖 在競爭激烈的台灣拉麵市場 創下首例 那裡的特徵是 那裡的特徵是 店內共18個座位 一天限量400碗 還沒正式開幕 就已經吸引大批人潮聚集店門口 想來玩美味拉麵 還得領號碼牌才行 今天很期待 很期待 因為我喜歡 就是找一些這種新開的店面 今天幾點就來排隊 今天的話是6點半就來了 口感的話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湯頭的話是很容易的 看準台北車站 在集結開通後的百萬人潮 米其林一新美食 從港點有機飯到拉麵 相繼進駐 在台灣就能吃到異國美食 也創下另一種米其林商機 天安 韜新聞 還送入湯頭真特別 報導